要會性感嗎? 我現在馬上就是要 grab your little one What is that hard thing over there? Let's do over this, in this way, with that 你這個大色胚 真情告白性,充分表達愛意 對方的重要性跟唯一性 I love you the most You're the only one You're my baby 之類的 就是該有這個台詞了 但我覺得其實當下發生的這一切 其實都不需要劇本的 都是就是從心裡 你是不是已經是分得很輕 就當下怎麼說多愛你 你都非常清醒 第七,叫做情景描述型 就是描述正在發生的事情 Oh, oh Oh my god Yes, I think that is hard 哇,那這個人必須得文字表達能力非常的好 這個人很忙 他又在運動,又在講話 又在想要講什麼東西 等於說他 It's a... Right? 他腦就對 他必須得 如果把每個環節都講出來的話 這樣會性感嗎? 我覺得這個還需要 TALENT 不是有的人他講 不是有所有人 因為有些人他只能一心一意做一件事情 當然也很好啊 但是 你... 當然也很好啊 他會描述即將發生的事嗎? 就是他還未發生的事嗎? 就想說 Oh, other than this I wanna take you over there Let's do it over there Let's do it over this In this way with that 就是那種 就是那種 嗯嗯嗯嗯嗯嗯 就此處顯霉 很棒 我覺得這個蠻高階的 這個很厲害 這個要有點... 有點踩我 OK 第八叫做 第八我知道這個你一定喜歡 你一定會relay 情景創造型 整個秒懂 叫做 根據喜好設定情景 符合設定的情景想像而說的語句 Oh, you have to be so horny like you have to be like 平時也都在這方面有一些摸索的 如果平時就是 very vanilla type of person I don't think that's me I'm such a vanilla 所以我看到這個我就還好 我覺得這裡面所有比較vanilla的東西 都會head到我 然後所有高階的都會head到你 比如說下一個非常vanilla 叫做 模糊暗示型 想說你猜 你是不是覺得很無聊 我覺得好...好製造 想說什麼叫我猜 對啊 我就覺得我要猜什麼 我們都已經知道你還有猜什麼 想說老娘過了 想說你要我猜一下 欸你算有一個節目叫我猜 我猜我猜猜猜 誰進去 好吧 來我們一起來看看 請看 這裡面大概一半是給你用 一半是給我用的 是真的 你看啊 你講情景描述型 你立刻你就 你整個就臉紅心跳 我整個就很文句 模糊暗示不直接表達 我就愛了 就你猜 模糊表達 想說你們倆已經是坦誠相見 有什麼好猜的 就是那種你明明就在看 想說 oh hey you have a boner 就是我那種 就是我那種 What is that hard thing over there What is that hard thing over there 我看你這種野生動物啊 是不會了解像我們這種 I will never come 你們會想要在床上看我才起嗎 我看到會有人喜歡這種小白兔型 聽我講的啊 你這個大色胚 就是 就是那種你明明在幹嘛 然後你還要在嘴上說你幹嘛啦 這樣子的感覺 就 就害羞了 你讓我一個害羞人突然想說 我現在馬上就是要 grab your little like I'm not gonna do that I don't 那個對我來講不性感 我一定 我一定 我別信 我只能就說你幹嘛啦 你這什麼意思 你看 我只是反問句 那如果一個男生跟你這樣講 他們說你幹嘛啦 那你不會turn off嗎 可是這個是男生女生都受用啊 男生dominant 那我可能就是 男生說你幹嘛啦 我會覺得娘爆了好嗎 我沒有說男生要問我在幹嘛 但是然後我還沒 我的意思不是讓男生去問女生在幹嘛 這一款的是很適合我 我會很放鬆的講出來的話 你讓我講其他那種 想說我現在就把你帶到外太空 那個我就講不出來 你就是一直在想各種男人 好不好 對啊 我剛剛就是各種男人出現在我腦海裡 出現在我腦海裡 虛擬情景描述 啊你這邊只要一描述你就 你就來啦 你就來趕 來趕腳了